小村子啊 喔~~哇~~ 而且主要是他這間燒肉店的熟食我非常的推 蘇貴菌 它裡面是蜜汁、火腿 香酥、芋泥、鴨 裡面都是芋頭 然後底下應該是那個就是鴨肉 上海的菜飯 真的好好吃喔 那你知道這個貴人 點這個貴人的 他經常都會忘記自己點什麼 為什麼 因為貴人多忘記 是白癡 哈囉我是德雷克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的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的話找他的學妹跟軍人 我們現在的軍人來吃一個 你看這個 屌的 甘氏熟成燒肉 哇的 很少我們吃 拍過那麼多燒肉 很少吃到有甘氏熟成的齁 而且你看他的外觀 娘娘吉祥啊 他整個外觀超像是那種中國風 超漂亮的 你看他整個 中國風的一個店面 好漂亮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直接甘氏熟成的肉直接在這邊 我們來穿這個 我們來穿這個 這個 嘿嘿 這個 他有這個頭可以戴 你知道我想要什麼 母后 母后 好怪他已經殺過來了 他還說 你先接後 XXX 小村子啊 你要辦什麼 蛤 黑公公啊 咦 可北玩到露宜 你看 你看他的菜單超屌的 昭華公主 他的每一個菜單都是用 盧玉傳裡面的令貴妃 欸他剛有一個盧玉啊 我記得有一個 冰妃 平妃 喔 平妃 一樣啦 差不多啦 貴人耶 那你知道這個貴人 點這個貴人呢 他經常都會忘記自己寫什麼 因為貴人多忘記 犯事 而且你看他寫說 9點過後是 生啤酒沙瓦無限倡飲1點5小時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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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話是澳洲可牛 旁邊是istas跟首辰牛排 OK 好 謝謝你 喔 他是龍啦 龍峰啦 哇 這好不誇喔 我們是來到了 我們瞬間來這邊 就是皇后跟皇上一樣 走多瞬間 它的主導是臨在那個圓圈上面 敨一圈 然後那蝦子 試著它的味道這樣 OK 好 谢谢 这个柠檬汁先挤到这个盐里面 各位 这个不是水晶喔 这个里面是虾子喔 那他先把 这个 哎呦 烧的 你有关你无缘吗 他把这个先放在旁边好痛喔 我本来想要先介绍他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虾子 哎呦 这要自己打吗 还是 哇 喔 哇 两只 这一次的考古出土的是四只古代巨虾 他是打抛猪的 十锅饭 哇 都是打抛猪的味道 我第一次看到吃锅饭然后是打抛猪的味道 旁边四颗干贝当点缀 然后这中间这个是 芙蓉豆腐 上面这个这个是不是鱼吧 鲁鱼啊 类似石斑鱼还是鲁鱼 喔 芙蓉水蒸鱼 所以还是不知道什么鱼 对 嘿嘿嘿嘿嘿 时间是什么 秦贼先期望 直接从他最主打的 熟成牛开始 对啊 而且你看看这个油花 他上面有一层是已经干式氧化了 他们最招牌的熟成牛啊 看他有多熟啊 因为熟成跟他 没有熟成差别 是真的差在说 没有熟成的 你在吃他的嫩度跟香 跟那个油脂的香气 熟成的 是吃他瘦肉那个牛肉的 散发的 韻味 韻味 他非常有韻味 澳洲的 酒加和牛 所以他都常常上酒加咯 没有人要理我 澳洲 喜欢蘸酒加的和牛 酒加和牛 和牛 那个奶油味 他每一片都切得超厚 你看这个纹路 有点焦焦焦化 我这次来沾沾看他这一个好不好 他这个是孜兰粉 孜兰粉我发现他是肉质 不是 他是黑糖 又要飞了又要飞了 这个肉超好吃 这个肉是 他油脂比较多 他的瘦肉也够弹 所以咬下去他是有和牛的那种 奶油香 加芝兰真的蛮好吃的 加芝兰它多了一种风味 很好吃 介绍一下 这个的话是我们刚刚额外单点的 店家非常推荐的 它叫梨香牛 会不会吃起来有点像梨汁的甜味 吃一看 我们现在在 烧肉店还有古早的 整一口腮 好吃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 它里面是蜜汁火腿 脆脆的 它精华的味道好香喔 好香喔 好好吃 好好吃喔 给我是不是 然后这个我真的超期待的 香酥鸭盒子 不是不是香酥鸭盒子 香酥芋泥鸭 它的芋头块好大块 整块都是芋头 里面都是芋头 然后底下应该是那个就是鸭肉 它酱有点蒜头 好酥好酥 芋头味好重 它上面外面那一层很酥 底下再来是你吃到芋头的泥的味道 芋头泥是有点咸 后来底下最底下是鸭肉的 味道在底下 干贝 它里面是包干贝喔 这个里面整个都是包干贝 看到吗 这里面这一块都是干贝 它还有点汁 好好吃喔 很鲜喔 水小会喷汁 这个是 芙蓉水蒸鱼 下面是一层豆腐上面是鲁鱼 真的好好吃喔 它上面那个 类似蒜泥酱 那板头不是都有一种 鱼吗 旁边那个酱就是都很好吃 它就是那个的浓缩板 它没有 它就是一样的味道 但是它浓缩板变得勾芡 然后鱼肉很嫩 鱼肉超级嫩的 上海的 菜饭 它上海菜饭看起来超赞的 上面有一些 雪菜之类的 这个你一定喜欢 牛子蛋 真的 它 菜饭它还有点虾米跟这个好像是干贝 香菇 雪菜 好吃 反说中的 一定要单点加点的 梨香牛 你看你有看到那个肉汁在滴吗 它真的有一种 油脂是甜的 然后它甜的鱼 它还有一种淡淡的那种 泥甘的泥香 很像酸味 好吃的 好特别喔 它有水果香 水果香 它有一种水果香 口中有一种水果香 可是 吃起来又是牛肉的味道 好特别 是不是它有水果的 那个牛肉有 它吃起来是牛肉口感 牛肉有油脂的味道 可是它又有一种 荔枝的水果的味道在嘴上滑出来 很特别 我告诉你 一煎烧肉 沙拉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它里面真的是豆腐耶 对啊 看起来不错喔 好香的那个麻油味喔 我捡腻 捡腻 那里面有没有地腻呢 捡腻 魅腻 意腻 歌腻 来喔 鸡腿来 它鸡腿好大一块喔 应该是皮肩下去 我们同情有专业的烤肉丝就是不一样 我们同情有专业的烤肉丝就是不一样 干贝 然后你看它还有点汤汁呢 超鲜 超鲜 这个干贝不是假干贝喔 这是蒸的干贝耶 里面还有鲜味 然后它没有到 里面做半熟 熟的 好吃 肉质好其实九分是可以的 猪肋条 焦腔焦腔焦腔 煎烤的超好的 对啊 超弹的 算下半菜也被弹越来越来越古猎 好吃好好吃喔 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边的话牛肉配生菜 然后它还会加一点这个 店家特制的这个 这个酱 要逼掉喔 没有 微 微 我的微比你厉害啊 微啊 你是微 我是微 你是在吃薄油的喔 青油还是薄油 对啦 好 青油啊 好 来来来来 好像有点泰式 鱼露的感觉喔 然后我就想说那边 泰式的那个酱 好啦我们吃的已经是 差不多了 这边都快要结束掉了 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这一间的话我觉得它的肉质真的算是 以烧肉机来讲 算是肉质单点算 一等一的品质 然后它的餐点的话它有分很多种 有低的 到高的 900多1000多到一直到 所以三四千都有 那你可以适合 外面的聚餐 它也有一个包厢 那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 那个美亚来 因为它有那种中国风 好 它是中国风 所以说 环境也很漂亮 那肉质来讲真的没有话说 而且主要是 它这间烧肉店的熟食 我非常的推 它只要是套餐里面有熟食的 你们都可以尝试看看 芙蓉鱼 芙蓉水蒸鱼 跟那个 芋泥香酥鸭 我都觉得超级好吃 那有一个是 朋友也觉得很爱吃的是 上海菜饭 超棒 好 更加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拜拜 字幕by索兰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